澳門扶康會深月洗衣社會企業新自啟用指興在4月1日舉行 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 澳門中聯辦社會工作部副部長戴宇銘等一眾主例嘉賓出席啟用儀式 歐陽瑜致辭示表示 深月洗衣是首間通過社會工作局殘疾人士就業發展資助計劃成立的社會企業 2010和2014年社會工作局先後推出兩期殘疾人士就業發展資助計劃 支持澳門扶康會開辦深月洗衣和喜悅市場兩間社會企業 深月洗衣是首間透過社會工作局殘疾人士就業發展資助計劃成立的 社會企業自成立以來持續開拓和革新服務 當中也克服了在創業過程中遇到的各項挑戰 迎難而想致力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 澳門扶康會理事會主席王豪介紹 深月洗衣至2012年成立至今 隨著業務增加 在2019年遷至跨境工業區工業大樓身子 到今天 本會核下的社會企業中 有76%的僱員 由本會的服務使用者擔任 亦有社企的殘酌僱員 成功地公開就業 深月洗衣經歷了8年的發展 隨著服務的需要增加 本會有限於社會國界大力的支持和幫助下 在2019年7月遷至到現止 由3000平方呎擴展到現在6550平方呎 給服務得以擴展 並且提供了20個全職半職和實習的工作崗位 給更多殘疾人士 有機會獲得工作和訓練的機會 扶康會代表亦表示 深月洗衣的新子啟用 可以向社會展示殘疾人士的才能 藉此增加大眾對殘疾人士的信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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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